本分级道乡派出所于113年4月7日18时许 接后民众报案在吉安乡扶仓路有民众路导 远紧到达现场发现谢庆男子受伤倒地 立即连续救护车送往此地医院治疗 经询问谢男表示 与刘姓男子有载务纠分 于当日16时30分 在华联市到刘南等市贤 想要骑上车载至吉安乡扶仓路后 刘南刘贤等市贤 此旅邦及徒手殴打刘谢庆被害人 造成身体多处论挫伤 被害人提出妨碍自由及妨碍秩序等告诉 本分级于当日27日23时许 通知刘南等两前道案 刘贤向警方供称 是因为谢男于27日上午 自湖昌路公庙行窃 经调液监视器得知后 伙同其余犯嫌教训泄民 本分级讯后将刘贤等市人 依刑法妨碍自由及妨碍秩序 与送花点地联署侦办 与您2位 5位 1位 2位 5位